大家好我是魔鬼斯 沒錯今天要玩的是這一個 Pokemon Duel 很多觀眾一直希望我玩的 這一個最新 應該是說之前的手遊 然後這遊戲最棒的地方是 他可以跟玩家對戰 這也是我們觀眾最想要看的吧 因為我發現觀眾比較想要看 就是不一樣的對決 對不對 好所以我們盡量找一些可以線上對戰的遊戲來實況 那今天要玩的是Pokemon Duel 那因為我之前那個帳號已經不見了 所以如果你是有看過我影片的話就是 這一集會重玩 對重玩從零開始 那但是這一集呢 主要的重點就是說他最近有推出這個新卡詞 所以我們今天要抽裡面的新卡包 那這個帳號不見了 所以沒辦法繼續演示給大家看啦 那我們就重創一個帳號吧 所以各位不要把帳號弄不見了 好我們就要玩的是這一個 Pokemon Duel 好我們趕緊就到遊戲裡面吧 那這遊戲最棒的地方是 他一樣跟皇室戰爭一樣 可以有三個地方可以收集箱子 那每段時間你可以把箱子打開 可以免費或者寶可夢 那他算是英文版的喔 不過呢 這邊有他全新的轉蛋喔 哇EB然後月經理太陽經理有沒有 那主要的重點就是說呢 你可以來這邊轉蛋喔 那像是最新的就是五虛五得的嘛 這個是 這個很像是 欸天啊太久沒有了 我都忘記怎麼玩了 這就是強化吧 我們先教一下怎麼玩 因為他現在是英文版的 我怕有些玩家他看不懂 嗯 就是說呢 我們可以來這邊抽卡片喔 那最新的卡包呢 就是在這邊 有沒有 這就是最新的卡包 欸 我上一期登錄他是五虛五得的 想不到過幾天就變這一個囉 好然後你可以看到10個Pickup喔 裡面就有那個班加拉斯還有 這個 那有些東西我要去查一下他的英文 我才知道他是誰啊 所以這邊都是比較新一代的寶可夢 這個遊戲都有了 然後我是覺得他是採用比較 公平的啦 其實他其實裡面還算是 蠻公平的 真的 那這邊是他一開始送我的 鑽石喔 那今天這一期就是跟大家介紹這個手遊 然後我們順便來特別召善券一抽 這個是你們 你們新手剛進來可以得到的一支 一個票根 那我們今天就順便票根一抽 聽說裡面有蠻多支的喔 看一下可以燒什麼 我現在是重玩的喔 因為我之前帳號不見了喔 QQ 啊 可是他是UC耶 UC到底是不是最好的啊 我不知道UC是最好的還是最爛的 然後點他你們可以看他的介紹 好 然後因為我很久很久很久沒有玩了 所以我先跟各位講一下遊戲 略志上的一個基礎攻略 首先點這邊呢你可以看一下 他的最新的一個資訊 5月1號的啦齁 因為現在已經賣入5月了嘛齁 然後這邊啊你可以看一下rematch 比如說你可以看他的一個介紹啊 然後你可以看他的詳解 然後還有一個東西就是Beginia 就是分數嘛 我給大家看一下 這邊是他的設定介面喔 把他跳過去 然後上面那個很像是你的段位積分吧 然後他可以線上對決跟玩家對決 很簡單啊 那每天當然就是線上對決就好了 那這個Dark啊 你就可以把你的寶可夢給放進來 有沒有 像這邊我們就是Gable就好了 然後這邊就是每個人最後可以放6隻 6隻 然後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測試一直不抽中文版啊 Function Function的意思呢就是說 很像是把它賣掉是不是 我其實也很久沒有玩了 我看一下喔 喔對強化 強化的意思 那通常用素材強化會比較好啦 然後這次主要的重點就是 其實他玩法很簡單耶 對啊我不知道有沒有觀眾了解 了解我在說什麼 我們先跟大家介紹一下一些基礎 因為我們重新實況就等於重完了 好那這邊有他的一個卡片 所以你之後有錢你也可以卡片 道具轉蛋 就是他的道具卡 Project Shop 那Meteor Exchange 這個就是說我們之後可以拿我們官方送的那些鑽石呢 來永久兌換裡面的寶可夢喔 等他跑一下 欸奇怪 怎麼沒有出來 喔有了 好不好那這邊是目前可以兌換的寶可夢 這個Scape 這個我們之前其實影片有講過 不過我們已經一年都沒有實況了 所以再回來玩這個時候 還是大家做一個詳解 經過一年啊 這個手機遊戲不得了了 不只沒有中文版 而且還新增了一大堆寶可夢 來看一下 他現在已經更新到第八代了 裡面有一些 很像有到炎狗狗這邊 炎狗狗這邊是第七代嘛 所以這個手救系 比Pokemon GO的更新制度還要快啊 各位觀眾你可以看一下 他這次新增了日月蘭狗 炎狗狗 然後還有那個 就是 就是 那個什麼 玉玉 那已經新增了電容了 Mega電容也有了 有沒有 然後這邊全部都可以用你的鑽石來換喔 所以啊 你們的鑽石 這個怎麼取的 這個就是你鑽石啊 你課金之後沒有抽到啊 你就可以直接來 兌換囉 所以當然你們Pokemon GO 也可以直接儲值這個遊戲啊 這遊戲也是可以儲值的 設定這邊可以綁定你的帳號 這邊大家要注意一下囉 有沒有 我之前就是帳號不見了 那儲值方法跟筆子要怎麼算 哇 哇 上面應該是禮包啦 下面才是重點 這應該是美金喔 這應該是台幣吧 2390 好啦 稍微給各位觀眾看一下 好 接下來要介紹玩法啦 那馬上來實況一場 在實況之前呢 之後會一直連載這個手遊 因為這個手遊是可以先上對戰的 也代表說我們每一期的對手都會有所不同 OK嗎各位觀眾 那我以前那些神獸都不見了 因為官方就是 我帳號不見了啦 然後我也不知道怎麼取回 因為他帳號沒辦法Facebook綁定 所以我這邊提醒各位觀眾就是 哇 那這邊說一開始送我們的寶可夢 滿可愛的啦 那 這邊你可以按照你的NP或是All 通常我們都會點All 然後點這樣就可以了 這邊你可以自己做一個設定這樣子 好 我們再上一頁 好 那你看一下這邊喔 這邊的話呢 我們就有這六支 那你可以Express一個 就說呢 說了說了這個 好不好 那你可以設定一些卡片 那我目前就是這三張 好 我們直接來實況囉 那應該很多觀眾想看我廢話一大堆 沒辦法 因為今天這集是我們的第一集喔 第一集喔 因為我的帳號被砍掉了 重新 重新來好不好 重新來 那周期非常的輕鬆喔 他的對戰就是線上玩家 好不好 線上玩家 那我們來對戰一下 好 有了 然後他就是比分數的啦 OK嗎 那當然你可以去解一些主線 他其實有內建主線任務 你可以去玩一玩 我是覺得他還蠻精緻的啦 然後因為有觀眾想要叫我玩 我也覺得 我覺得覺得非常適合 他就是誰先踩到誰的那個 對戰廳誰就贏了 那當然你可以跟他PK 或者是結束這一回合 或是要跟他PK 我們可以結束這一回合 他故意不讓我站 然後把他打死就好了 好 那我們只要站到他的那個旗子我們就可以贏了 九遊很像有一款仿這個遊戲的 可是還沒上市 九遊很像有一款仿這個玩法的 可是他現在在三檔封測 好 那我們這樣就贏了 那之後九遊還有一款卡牌的新手遊 那現在還沒出來 你們覺得我們要去玩卡牌的新手遊嗎 九遊之後的 九遊之後要推出的新遊戲啦 好 所以有沒有觀眾了解了 我再打一場 就差不多是這樣子 好 那這一集影片呢 是要跟大家講 我要重玩的 然後 因為我之前帳號不見了嘛 然後順便跟分享一下 那就是說 就是遊戲裡面的玩法 還有最新的卡包 還有他最近更新的內容 今天這一期的目的 然後呢 就是啊 最新目前在雙平台都載得到 iOS跟九遊 不是啊 說錯了 iOS跟 enjoin 都可以搜尋得到 欸 他現在幫我們自動結束回合了 所以我們都不用按耶 以前不能啊 好 誰先站到誰的旗 誰都會贏啊 欸 他輸了啊 他在幹嘛啊 啊 因為前期分數比較低啊 所以他們都比較新手這樣子吸 那所以你的等級越高呢 就跟皇室戰爭一樣嘛 我們的積分越高的話 我們就可以得到更好的東西 那你可以開啟更多的點數 那你可以取得更多的東西喔 那點這邊呢 你可以去換你的那個 喔 你可以去take遊戲裡面的獎勵 這邊就會送你一些虛寶 有沒有 有時候官方就會送你們虛寶 那這邊啊 你就可以打開箱子 裡面有一些隨機的寶可夢 喔 這邊都是寶可夢 各位懂英文嗎 我有些都快背起來了 好 然後你十個 你就可以開箱 OK嗎 那今天就是跟大家介紹這遊戲 最近的改版資訊 那你只要玩到後面呢 你看 你只要到1299的話 你就可以 它就有分為Label啊 有沒有 超帥的 而且它這遊戲有在改版喔 而且已經出到第八代了 所以 我 可是我比較無解的是 它為什麼沒有中文版 太QQ了 好吧 喜歡今天的影片的話 請幫我點個喜歡 並且訂閱我的頻道 掰掰 喔 對 那我們這邊有沒有 等三小時我們就可以來開 好不好 那摩克斯明天就開給大家看 有沒有 跟皇室戰爭一樣 那這邊是我們之後可以開到的東西 那這邊就是大獎啊 喔 現在有UX喔 那之後我們就開箱給大家看吧 OK 掰掰 那記得幫我喜歡並且訂閱